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楊六郎見到楊興連贏了兩陣,好高興啊! 他想,不愧叫做打虎太保,果然有本事! 韓賢秀發火,他大聲說, 總長官,誰都不准再出馬,讓本事趁之出戰! 他拆馬來到陣前,要跟楊興打過, 楊延超一見到這麼有連王叫軍兵打羅,打羅即是叫收兵, 一聽見羅聲響,楊興勒馬爬回本陣對楊六郎說, 他說,陸哥,我只是想拿韓賢秀一條狗命, 為何你叫我回來? 陸郎說,你打了這麼久,應該休息一下, 讓我去匯匯韓賢秀吧! 楊延超守執盤龍金槍, 黎高陣前, 韓賢秀說,楊郡馬, 你手下有能忍, 連贏蘇贈, 可見自軍有方! 不過, 你們宋朝皇帝, 昏庸無睹, 一味從信監獅, 你們楊家將, 世代風涼, 結果, 又是怎樣呢? 南將, 為國官驅, 只剩下的女長, 你們那個皇帝, 還要叫他們出征, 難道你們還不開心呢? 楊元帥, 楊郡馬, 你不如投降我們寮國吧! 我們太后禮言下事, 我擔保封你一個高高的著位! 韓元帥, 自古說, 忠臣不怕死, 怕死不忠臣, 我楊家世壽黃恩, 當然要補國安民! 不要說那麼多了, 今天你和我交鋒, 還是以前那句說話, 如果你打敗了, 交投降輸來, 楊郡馬, 如果你打敗了, 那我就跪在你的馬前任你宰國, 講完, 兩個人啪啪啪三擊掌, 即是立誓了, 韓元帥說, 你我交戰, 不准別人幫忙的, 好, 於是兩個人各自回到本部的隊伍前面, 楊陸王說, 各位弟兄, 我今天和韓元壽交戰, 無論輸贏都不准上去幫忙的, 如果你們一上陣, 我就算輸了, 孟良, 你記住沒有? 孟良, 你記住沒有? 記住了, 記住了! 韓元壽也都交代完, 拆馬來到戰場中心, 韓元壽大差一舉, 接著楊陸王直撲下來, 楊陸王想, 人人都說韓元壽氣力大, 我試一下才行, 總之槍一橫向上一格, 啪的聲, 震開了韓元壽的大差, 哎呀, 真得韓元壽雙手, 當堂避了一下, 戰馬倒退了五六步, 同時, 楊陸王那匹馬, 嘗到西轎一聲, 意思就是說, 主人啊, 我都幾乎頂不住了, 這樣, 楊陸王雙手的苦口熱烈烈, 他倒下頭看一看, 哎呀, 就血絲啊, 他心想, 這個韓元壽真是大力啊, 楊陸王一踢戰馬, 匹馬向前衝, 他對著韓元壽, 出出出, 鎖喉三槍, 韓元壽用叉柄一跳, 然後順水推周, 對著楊陸王的腰掃過去, 楊陸王邪身用槍擋, 戰馬衝過去, 兩個人圈轉馬頭再打, 兩個人四條手臂空中沒有, 八隻馬蹄踢起塵, 真是殺到天昏地暗紅日無光, 逐逐打了七十個回合, 不分勝敗, 宋軍和遼軍, 都是今早就出兵, 前面已經打了幾陣, 等到楊陸王和韓元壽交鋒, 一直打到日落西山, 雙方的軍兵都餓到肚鼓鼓叫, 開始的時候還雷鼓作威, 手臂餓得實在淒涼, 鼓亦不響了, 軍出亦不喊了, 就是聽見他兩個人探探探的兵器撞擊聲, 韓元壽說, 楊宇順, 停一停手, 你倆打了一天, 人無飯吃, 馬無胃草, 那是今天霸兵, 明天再打呢, 還是挑燈夜戰呢? 楊六郎說, 我們吃完飯再打, 楊六郎又很會想, 他又和韓元壽說, 我們打軍子戰, 你要全令讓出一條路, 讓我們的軍出來鬆反, 韓元壽聽他的, 各自命令軍隊準備吃飯, 等到吃飽飲夠了, 兩個人又試再打, 嘩, 這場仗, 打得足足一日, 夜晚黑又挑燈夜戰, 蛇泰軍本來想衝出土城, 但未曾跟六郎的人馬接上頭, 而且土城裏面的軍軍, 又餓到手軟腳軟, 亦不能打仗, 所以只好暫時按兵不動, 我們現在說回楊六郎和韓元壽, 兩個打了足足一晚, 打到天亮, 吃完早飯又打, 又打到天黑, 吃完晚飯再打, 兩邊軍出雷鼓助威, 搖旗立喊, 就是這樣, 他們兩個一條槍一枝叉, 打了足足三日三夜, 各位, 三日三夜, 仍是不分勝敗, 到了第四日早上, 邊關將官來到土城下面, 請老太軍出來盛口, 老太軍出來觀戰, 看到楊六郎和韓元壽打到難分難解, 就在這個時候, 黃土坡頂上出現一圓大將, 對著下面高聲大叫, 可以收, 還回我條命來, 我楊七郎到了, 講完, 一拍戰馬衝下山坡, 不過, 遼國兵將, 最怕的就是楊七郎, 今天一見到楊七郎的鬼魂出現, 哇, 嚇到魂飛拍散, 看都不敢再看多一眼, 靈轉身就走, 有人會說, 楊七郎死了, 為什麼現在又回山? 不是, 原來山上高聲大叫那個人, 不是楊七郎, 不是七郎又是誰? 是焦讚, 是焦讚, 大家記得, 焦讚被土金牛打敗了, 就落荒移走, 來到山坡, 山坡那裏有座廟, 騎馬跑到廟門口, 突然間一停, 焦讚受了傷, 身體不得靈活, 一下子屁啪一聲, 跌落馬下, 廟裏的和尚仔看到, 就告訴老和尚知道, 老和尚出來一看, 見是宋朝的將官, 就吩咐和尚仔將他抬進廟裏, 給藥他食, 替他衣箱, 問明情況之後, 就告訴焦讚聽, 你真是傻了, 你回去不用打的, 你一報讓七郎的名字出來, 他們就不打自敗, 就是這樣, 焦讚讓我兩天傷, 今天趕到來戰場, 高聲大叫, 讓七郎到了, 就嚇走了遼軍兵長, 話說韓賢秀一聽, 七郎來了嚇了一跳, 雪時遲那時快, 讓六郎之槍刺到來了, 韓賢秀一閃, 頭一暈, 劈啪, 就踏了馬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和六郎打了三日三夜, 確定累得頭暈眼花, 現在他閉上雙眼, 在等死, 他想, 我沒命了, 這堂室沒命了, 就知道楊六郎用槍一指, 韓賢秀, 你站起來, 韓賢秀睜開眼一看, 楊六郎不殺自己, 連王站起來, 楊賢秀, 我既然跌落馬, 你要殺, 就快點殺啦, 韓賢秀, 我念在你是個有本事的人, 我不殺你, 我願你可可地想想, 自從你們入侵大宋, 有多少軍兵死於刀槍之下, 有多少百姓家破人亡, 你殺我, 我殺你這樣幾時得了呢, 為甚麼不能夠雙方血兵, 化乾鍋為肉薄呀, 今天你打輸, 交手之前我們有言在先, 你說打輸了給我, 就投降, 你現在服, 還是不服? 韓賢秀想, 我打輸了, 大將不可再戰, 楊賢超這樣大仁大義, 如果我再不知進退, 就枉我為人了, 韓賢秀說, 楊賢帥, 我服了, 我服了, 只要有楊賢帥你一條槍, 震首變關, 我韓賢秀, 就決不敢於雷池般霧, 我立即回去說服蕭太后, 叫他交納韓書, 從此, 遼宋兩國, 以三關為戒, 你說這樣, 如何呀? 只要你不再進兵, 就以三關為戒, 楊賢帥, 一言為應, 我走了, 我就後悔遊一旗, 講完, 行禮, 大隊回應, 接著就全寧設兵, 這些就不講他了, 現在只是講到宋君這邊, 昭賢就回來, 他立了大功, 楊禄郎見了母親蛇路泰崩, 又回應見了八賢王, 扣准夫賢贊, 見面之後, 大家都暢聚離別之情, 楊禄郎下領休息三日, 好賞三軍, 一開始都不敢叫城裡的軍兵吃得太好, 即是給他們吃白粥, 給點鹹菜來送, 因為他們餓了那麼久, 一下子吃得肥膩多, 肚子一定會搞不定的。 韓賢秀這次並沒有失信, 很快取, 他派人送了韓書來, 表示信復朝廷, 永不造反, 三關百姓喜笑顏開, 歡喜不盡定, 百賢王扣准, 見致服了韓賢秀就很高興, 经商量,封杨六郎做三官大帅,镇守边关 岳省做富帅,孟良,赵盏,杨卿,郎千,郎万等等的边关重将官都封做总兵 现在就用这个官衔上任先 等到回朝周明皇上之后再落圣旨,正式任命 杨六郎诈死埋名,本来就是有罪 但是这次功劳极大,可以请求皇上宽恕 那边关的事情就安排妥当 又将以前在欧洲殉难的开国王曹斌 东平王高怀德,平东王高怀亮的棺材就装上车 随君同行 就是这样,八燕王,扣准蛇太军 他们率领五万军兵,就班师回朝 过了两个月之后,圣子来到三官 杨六郎,杨六郎接旨,就知道太宗皇帝已经死了 现在乃是真宗皇帝职位 真宗皇帝就召行了 杨六郎诈死埋名的事,皇上不怪诈他 并且批准了八燕王的奏将,正式封了杨六郎 就由王强写长,他联王准备了一份厚礼 派人去京城送给王强表示祝贺 正所谓光阴此战,日月如梭 眨眼过了七八年 杨六郎镇守边关 边疆的百姓安居乐业 宋辽两国的京商往来十分之和睦 杨六郎自从出征镇守边关以来 这么多年了,非常思念,家一家大室 但是因为职责在身 不敢善离职守 所以他这么多年没回我家 这一日 杨六郎正在岁府大堂和仲长官廖李公事 搜门的卫兵来报告 天波府老太君派人送信来 原来送信来的是杨虎老家人杨光 杨六郎看完信之后大吃一惊 接着又装成若无其事 将信收在袋上 他一摆手 叫众长官退下 静静地告诉岳姓听 你等到我书房来一下 我有事跟你说 怎样被孟良听见了 他双眼瞪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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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就想 鹿哥今天做什么鬼事啊 封信里面到底是说什么事的呢 又为什么只是叫岳大哥走啊 杨六郎和岳姓来到后面书房 當他說,賢帝,這封信是母親來的,你看一下,惡性接過書信一看,原來封信裡面是這樣說的,已經八年未見你面了,我現在身患重病,臥床不起,望你見信之後,速回家鄉,如果一步來次,就恐怕難以相見了。 惡性看完,大驚失色,他說,陸哥,那你快點收拾一下,回去探望娘,陸郎的心情是極之矛盾,他眼淚碰流, 現帝,沒有皇上的聖子,我怎敢撕離房地,如果被朝廷知道,又是死罪一條。 陸哥,娘七十幾歲,正是封前觸瓦上傷,如果等到萬歲聖子來到,要等到何年何月,陸哥,你偷偷地回去京師,然後再靜靜回來就行了。 那我走了之後,這說怎麼辦呢?你放心吧陸哥,一切交給小弟,你幾天又沒什麼事,不用聲張,如果有人來找,就說你有病,不能夠接見,短短幾天而已,眨一眼就過去了。 唉,沒有法子,唯有這樣,一切就奴犯你了,我一定快去快回,對了,這件事千萬不要讓孟良招贊知道,於是楊陸郎就執好簡單行李,打了個包袱仔,換了便衣便帽,帶了奴匪,就從後營出來,快馬如飛,直奔東京便梁, 走了二十幾里路,來到一座樹林,突然聽見有人高聲大叫, 他,留下賣路前才好走,哇,連楊陸郎都敢打他腳骨,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哎,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話說這一天,楊陸郎騎馬飛奔,趕路回去京師探望母親,走二十幾里,來到一座樹林,突然聽見有人高聲大叫,哎,留下賣路前才好走, 楊陸郎立定戰馬的心想,哈,在我管轄的地方,居然還有難路打劫的,哈? 跟著,在樹林裡面一前一後捐出兩個人來,哈,哈,哈,是六個啊,是我們啊。 哦,孟良招贊,你們兩個在這裡做什麼啊? 那六個,你又做什麼啊? 我要去京師有事啊,我們又是要去京師有事啊。 兩位嚴弟,你們是邊關大將,怎麼能夠隨便去京師的呢? 那你就怎麼能夠隨便去京師的呢? 哈,啊,六個,你不要把我們兩個當傻子才行啊。 啊,啊,啊,大家都是結拜兄弟,不還要分遠近親疏啊? 你有說話就說給惡性聽,為什麼就不說得給我們兩個聽啊? 哈哈,不過不說呢,我們也知道,我們在窗口外面,就全部都聽到了。 而沒有有病,我們兩個也要去探一下他。 兩位嚴弟,我現在是獅子進京,誰都不帶得去,你們幫惡性守刑啊。 誰要你帶呢?我們兩個自己夠有腳了,都說不能夠和你們去的了。 為什麼啊? 你們兩個一天有什麼事呢?就發火,很容易惹禍的。 這麼多年都沒見過義母了。 我好掌握著他啊,你帶我們去吧,去到京城,我總之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 決不惹禍,這樣可以了吧? 不行,不行就罵,老招,我們走,去哪裏啊? 你去哪裏,我們又去哪裏,你進京,我們又進京,你去探望娘親,我們又去探望義母。 好,如果有人問起來,你回來京城幹什麼啊? 我們就說是陸哥,你帶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當場擊到楊陸郎全身飆汗,怎麼說也說他們不閃, 那兩個人真是凹凹凸也凹凹凸,讓陸郎沒收,唯有說, 那你們兩個和我都可以,不過聽我的三件事, 哼,不是說三件事,十件八件都可以啊! 第一 不准喝酒 第二 不准四爲乱走乱去 第三要听我话 我说什么 你就要听什么 当堂讲好了 孟良招站在树林里面 牵出战马 三个人上马直奔京城 到了这一天 黄昏来到京城 怕被人看见 他们在城外等了一阵 等到天黑 然后才打马入城 一入到京城 孟良招站 觉得双眼不够洗 这次他是第一次进京 正所谓大乡里出城 看什么都觉得这么好 看什么都这么新鲜 只见大路两边 做各种生意买卖的店 房屋高大门面整洁 大街上人来车网 十分之擠涌热闹 孟良和赵赞 小小声 哎呀呀 这个地方 真的好过边关好多 天波府就在京城的顺龙大街 杨禄郎带着孟良招站一路行 行到路转湾的地方 经过一座府邸 这座府邸就起得真是威到极了 红墙绿瓦 黑漆大门 门外面两边两边都有四棵龙爪槐树 十三级看白玉的台阶 上下马石 绑马装 威武大方 影碧墙上 就画着福禄寿三星的图像 许许如生 门前张灯结彩 门洞里头的人来人往的热闹非凡 孟良见到就大赞了 哇 怎么这么漂亮的 又装进去望下 只见里面华国凋梁 金碧辉煌 孟良见到就抹开口都不懂得合起来 只见门前有副对联写着 书香门帝春常在 即善人家庆有余 华国凡梁是藏元门帝 孟良就说了 这家人家是做什么的呢 杨六郎已经走了很远了 他来转头一看 看到孟良招待两个人在门口指手画脚 燕帝快走 快走 六哥 你看 这家家门面是几威 哎呀 杨六郎哄他们两个说了 我们家里的门面更好看呀 是啊 是定了 我们还有太祖皇帝封的上马牌坊 下马牌坊 闹龙扁天堡 走得快点走 那三个人就来到天波府 杨六郎说 就到了 你看看 我们家里的门面是否好看过那一家呢 等陆郎走到家里门口一看 啊 杨六郎当堂冷得半截 只见门口冷冷清清 大门闪到实 门口外面好像瓦渣缸一样 上下马牌坊就倒了 闹龙扁就倒碎了 真是一片凄凉景象 陆郎的心想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孟良问 陆哥 什么搞成这样 杨六郎想实是出事了 只要瞒着他们两个就说 哦 牌坊旧那头 拆掉他重新收你 来 我们运后门进去 杨六郎怕敲大门 大声果头被人见到不好 三个人来到后角门 啪啪啪敲门 没多久 咦 开门了 老家人阳明挽着灯笼出来 啊 阿郡马回来了 小声点 快点把马牽进去 是 是 三个人进了屋 家人连忙进去里面报信 杨六郎想的第一件事 就是快点把孟良招赞两个宝贝安置好先 有什么事都不要让他们两个知道 使他们两个脾气不好 一发火来就会闯祸 八姐 九妹一听见阿哥回来 连忙出来迎接 杨六郎对着他们两姐妹 耍一耍手 又指一指孟良和赵赞 二事即是说 有什么说话都不要当着他们两个面说 八姐九妹领会 因为在黄土坡他们见我面 所以八姐九妹就上前说 孟二哥 赵三哥 一路辛苦了 来 去客厅吃饭 好 让郎将他们两个带到客厅 吩咐随房 大师傅准备酒菜 杨六郎说 一路来你们一口酒都没喝过 喉咙痕了 来来来 现在回到我家了 任你们喝到够为止 喝到够就睡觉 有事我叫你们 咯 你不喝这些酒吗 六哥 我还有些事 你们先喝吧 我去吧 有事你就去吧 两个人见酒就不要命了 我叫你喝咯 嚴酒杯小的那头就用大碗来喝 左一碗 右一碗 越饮越高兴 喝喝下 孟良忽然想起来 喂喂 喂喝喝喝 我们两个一米在那里喝酒 鹿哥去哪里呢 我们两个来做什么 来 我们去见一下乙母先 乙母在哪里啊 找不就行 猛仔 两个人走出去 羊虎很大 接驳人又不多 银安殿灯光昏暗 里面静英英 孟良朝盞见到没有人 就撞一下撞一下 撞到后面第二进的无宁楼 无宁楼的楼上是泰君住的地方 楼下是丫鬟和洗马住的 泰君吃饭睡觉 疏洗更衣都在这儿 只见楼上灯光火猛 还忍忍若若听见有人哭 孟良说 听着听着 有人哭啊 什么事呢 说完 就拉着赵棧轻手轻脚走上楼 走到窗口 伸条里用口水整湿的窗子 就督穿两个洞 一人一个人偷偷装进去看看 哦 只见羊虎的人在齐道 对正窗口 是一张蓝木雕刻的凤凰床 蚊掌用金钩挂起 老太君就躺在床上边 将被蓋到胸口 眉实双眼 面色仓白 羊六郎在床口 那里跪在这儿 八姐 九妹就站在床头 柴棍主就站在一边 听见哭声 原来就是棍主在那里哭 照顺一看 小小声说 我们进去了 闭嘴 听听他们说什么 才算 正在这个时候听见六郎说 妈 妈 你啊六郎回来了 老太君纷纷沉沉 还是不开眼 杨六郎问 妈是什么病 九妹回答说 心痛症啊 怎么得来的 被人激的了 谁激的 九妹不敢说 这个时候柴棍主见太君动了一下 就连忙小小声说 奶奶 奶奶啊 你啊六郎回来了 蛇路太君打开双眼 杨六郎挨过去说 妈 蛇路太君另个头开眼望望六郎 芬花老眼 刚刚散出那些欢喜神色 马上又不见了 马上又不见了 眼泪水 夺腔而出 他气息微弱地说 我说 六郎 乖 你我两个儿子那儿是不是在梦中相见啊 不是啊妈 我真的回来了 是啊 是啊 你又怎么知道我病了啊 接到你老人家的信我就回来了 泰军吓了我怕 信 什么信啊 他心一急 蛇路太君又暈了 八姐九妹的连忙 阿妈阿妈 阿妈这么猛的喊 六郎问 送去边关给我的信是谁我写的 柴郡主的面一红 是我写的 楊六郎真的有点生气 但是按住 为什么事要这样写信呢 柴郡主被丈夫问到眼泪嘭嘭嘭的流 不出声 八姐说 不关六嫂事的 是我跟九妹叫六嫂写信的 我们见到阿妈一ğu糊糊一旁明白 糊糊一上来 就拉住我们要叫六郎六郎那样 半夜三更发梦还叫你的名 清醒起来的时候,我们说叫你回来,她又不同意了,我怕妈妈有什么事起来,见你不到就糟了,又叫陆嫂学妈妈的笔绩,写信给你而已。 妈妈的病到底是怎么得来的,九妹哭了,她说,陆哥,你不在家里,人家欺负到我们真是惨,牌坊都被人家拆了。 谁拆的? 新科藏元,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婿借金吴罗。 她怎么? 皇上叫她斩花挂红,跨遥官威一个月,那个借金吴伺着她外府的势力,趁着跨遥官威的机会,飞扬拔户不可一世。 那天,那天,她路过我们天波府门口,按照规矩,文官落脚,武官落马,连皇上都要走七步,才可以翻上车脸的。 那天,借金吴啊,她不单止不落马,还故意敲锁打鼓,烧炮掌全心来挑衅。 杨红就出去跟她说道理了,那个借金吴口出不信,叫杨红做老狗? 夹硬说我们的牌坊左路,竟然叫那些手下推崩了牌坊,踹碎了道龙扁。 杨红杀了忍无可忍,拉着她的马姜,叫她去见母亲。 谁知被借金吴一脚踢开,又被借金吴那些手下,用皮鞭打到死去活来。 杨红是我们杨家的功臣来的嘛,被人家这么欺负都行的吗? 母亲知道了,立刻她出来质问借金吴,要跟她见皇上。 她竟然拍马向前一冲,有意将母亲撞跌倒,撞到母亲当堂昏了。 我和我九妹恨得不得了,就带家人出去打了,这样才把那些坏人打走了。 母亲苏醒之后,怎么都吞不下这口气,就上金殿去见皇上了。 皇强是皇上的老师,皇强又是借金吴的外父,所以皇上就偏心争着借金吴。 她和母亲说,借金吴不懂得批击,将来叫她去杨府陪礼认错,然后再出钱来重建牌坊。 打了杨红就算了,说我们也打了借家的人。 但是一直到今天,借金吴不来都没有来到认错,就这样不了了之。 母亲这样一激,就得了个心痛症了。 鹿郎听了这番说话,怒得面色都变了, 但是他压着怒火说,借金吴欺人太甚。 妈妈的病,有没有找先生看过? 看过了,就是不好了。 妈妈得的是心病。 那要用什么药才能够治好呢? 除非是打了借金吴的威风,给她颜色看一下, 妈妈的气感才能够顺的。 如果不是,如果不是,就没得好。 她们在房间里面说话, 孟良招赞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 孟良和招赞小声说, 喂,义母被那个借金吴激到病了, 我们要和义母出发这口气, 医护好她的病才行。 如何医护呢? 你没有听狗妹说吗? 给那些颜色给借金吴看一下, 让义母调气一顺, 那义母的病就好了。 那如何给颜色看呢? 那就容易了。 那,将借金吴的虚公的心挖出来, 心是红色的, 那就给她颜色看了。 啊,没错啊,走,走,去找借金吴。 咦,孟良招赞两个要去杀借金吴哦,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啊,前文在族的书节上一回, 话说孟良招赞要去杀借金吴, 就为蛇太君医病, 他说去就去, 他两个手提腰刀, 来到后国门, 叫伯仁开门, 伯仁说, 将军已经三更了咯, 今晚了, 你两位还想去哪里? 和乙母执约啊, 快去开门啊! 伯仁听说他和太君执约, 就连忙开门, 那两个就出了天波府, 借金吴的家是哪里呢? 不知道的咯, 他两个一刻想起日头经过那间金碧辉煌的大城, 大屋就去那里看一看一看, 去到了, 他就在想这间金碧辉煌的大城是否呢? 那忽然听见里面有人在痛骂借金吴, 借金吴, 你身为朝廷命官, 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 我让你拨过, 拨过, 哎呀,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呀, 接着有一阵皮皮啪啪的打人声, 和含运不清的叫骂声, 孟良朝震听见借金吴的名字笑, 好几天啦, 好几个天啊, 是几个天啊, 真是几个天啊, 严望迫在一边, 过了一阵间, 见到大门一下子打开了, 有几个打手拉着白椰公出来, 将白椰公向着台阶下面一吊, 几个打手马上回家, 嘩一声 闪到大门 那个白夜宫 躲在地上 不起身 召赞生气了 想冲进去了 孟良一手拿着他 快点看看那个白虎先 不知道会不会死 他们两个走过去一看 只见那个白夜宫 被人打得嘴角流血 周身都是伤痕 连忙将个老人家 抱起来到无人的地方 小小声地叫他 老伯 老伯 快点醒一醒 醒一醒 过了一会儿 那个白夜宫苏醒了 他说 给回个女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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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良问 你个女儿什么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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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 你帮 帮 帮 我 游戏 你被人 扔了出来 是我们两个 将你 扒到 那些树 而已 我们是好人 来 你有什么冤枉 说出来 我们帮你出气 老人家定眼一看 哦 见到果然不是打手 就哭着说 好汗 我姓田 我老婆 早就死了 留下的女儿叫做瘦姐 今年都十九岁了 因为家里实在穷到没办法 就叫她和旁边的黄大婶 学唱小曲 学了三几段 我们天天都带着她 沿街卖唱 赚几个钱 养着条命了 哎 如果不是说穷到这样 一个大姑娘 我又怎么忍心 叫她抛头露面呢 今天 路过借府门口 被府里面那些坏人 见到了 就叫了我两父女 进去唱 给她们听了 我女儿唱了整晚 唱到唇肝泄草 她们又不给钱 又不放我们 我都不知道她们想做什么 我都不知道她们想做什么 我后来有个人说我听 谢老爷见到你女儿生得漂亮 要留在府里面住几天 说完 就折了五十个大钱给我 就叫我扯了 哎呀 我们是卖艺不卖身的 我当然不肯了 那个谢老爷见我不肯 就叫她那群打手 硬硬把兽者抢走了 还打了我一生 打到半死 就把我扔了出来门口 幸好她见到两位好汉爷 好心救了我 好汉 麻烦你们救我的女儿 麻烦你了好汉 招山猛龙怜亡说 老伯 你不用怕的 我们帮你救我女儿回来 真是堕得了 老伯 你家里在哪儿 在西门 孟良说 老赵 你送她回家 我去拿着金吾的心肝 那不如等我去吧 我怕你做得不够爽手 做这些事 我用得的 那好了好了 我把这个老伯送回去 就回来了 孟良是什么 百耶公走了 当时就来四更 四周一片直正 赵赞转到后院墙外一看 墓墙就像凌高了 他啪声向上标 划住墙头 出了一肩膏 把他身膏了上墙 一纳脚 轻轻地跳进去那边 这里是后院来 屋里面都没有灯光 他又走去前院了 走了没多远 有只狗 有只狗 哄哄哄地 撲上来 赵赞吓了一条 连忙拔出腰刀 一挥手 咔一下 将那只狗斩为两缺 他蹲下的身 在那观察动静 忽然间听见前面有皮鞭 把人的声 他立刻跟着声 走到大厅 那间厅里面灯光火猛 人影彤彤 听见有个女人在那里骂 畜生 又算是打死我 我都不肯的了 你总敢嘴硬 打 打 招站将窗盘纸 刮穿个洞 在里面撞 看到那间厅里面 是用银光纸表场 街砖铺地 靠着北边有一张桌 摆满酒菜 桌旁边有两张酸枝挨拼椅 左边我将他坐着的男人 大概二十八九岁 头戴乌纱上面插着公花 伸穿大红袍 腰横育带 脚穿粉底乌虚 这个人身的面色黄黄白白 一双小眼 手握着摺线 在那支支柔柔 潑下潑下 有个姑娘跌在底里 披头散发 衣服也撕烂了 有四个标形大汉 围着他四周围 这几个大汉都是手执皮鞭 一边打一边骂 不知道 看你这几个手执腰 看你这只嘴硬 看你嘴硬到我那边硬 打到我 我不停手 说完 举起脾边 吕吕吕也打 坐在耳上那个人说了 打他的身好了 不要打伤他的面了 打伤他面就不要看了 那个姑娘听了 灵机一动 立刻用手一下地将面挖损了 鲜血直流 这几个打手当堂傻了 各位 不用我说 大家都会估到 穿官服那个衰弓 就是新科状元 谢金吾 谢金吾本来是 一个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 家里很有钱 只是在京城就有十家大店 城外不少生意 都是有他份的 那他为什么又会和黄强 混在一起的呢 是这样的 我也在前面讲过 黄强乃是廖国的龙虎 相葬元就名叫贺克律 萧太后就为了探听虚实 将他派到来中原 潜伏臥底 那他就带上家眷 搬到来东京住落 他趁着一个偶言机会 跟陆郎写过御葬 又结拜为兄弟 之后呢 八言王宝举他做汉林苑大学士 教太子赵恒读书 那么多年来啊 他潜伏爪牙 搵扎根基 宋太中赵光乃死了之后 赵恒登基 就做了宋真宗 那王强就被封为兵部司马 他是似乎跟皇帝有私生关系 那王帝面前真的说一不二 成为朝廷上的红人 王强就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女儿就叫做王月荣 初时 由他老婆作主 将那女儿 许配了给一个买卖囚短的客商 当王强要搬到东京住的时候 就想跟那女儿王月荣退婚 但王月荣就不计 王强就叫老婆出面 送了百两银给那个囚团客商 叫他另外再娶过 随后 就把那女儿带到东京 王强见到谢金吾的家这么有钱 就派个媒人去说要把那女儿嫁给他 谢金吾看见王强官大有势力 就答应 就这样匆匆忙忙结婚 得到洞房之夜 谢金吾一看王月荣的样子 哎呀 真是想作呕啊 原来这个王月荣 生得真是像个丑八怪的 但是谢金吾不知所以跟他结婚 无非是想借王强的势力而已 所以也不计较那么多 结婚之后 刚刚今年京城开科考试 主考官就是王强 王强就叫女婿去考啦 胡厉胡逃云云象象 那怎么借金 would做投明狀元呢 王强想 现在就应该跟辽国效力了 我要借皇上之手 先不先将你终臣自死 到其时 宋朝不打就自灭 有日 他就跟借金不说 杨家的人 真是忘恩负义 想当年 如果不是我跟他写狀子 他就告不到 判仁美 他打赢了官司 又受到皇上大大的封赠 门前还有什么上下马牌坊 骂龙扁 他得到好处 就不记得我了 有朝一日 如果他落在我手 我非将他 盖低不可 借金不把王强的说话 寄在心里 到了那一日 他趁着奉旨游街 跨耀官威的机会 在阳府门前 有意挑衅 拒嵌了牌坊 踏碎了扁額 那各位 借金和王强的关系 我们讲完 现在说到今晚的借金这些书 今晚他找了寿者来 为他唱歌 听听下 借金就收声发作 就逼姑娘和他睡觉 姑娘当然不肯 就叫他打手 扁他 现在借金 见到姑娘将面挖碎了 生气了 将把线 啪地扔落地 打死他 打手的厅 真是下毒手了 一脚蹲落去的云征树 姑娘当堂就断气 招站在窗外 看得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他啪声站起身 提刀一个战目 冲入大厅 嘻呀 厅里面的人 窒了窒 有个打手喝他 做什么呀 我做不定你来做什么呀 两刀 砍了两个 还有两个扑上来 又两刀 拿起他们两个的命 招站正是想杀借金 咦 不见了 四围一望 哈哈 见到桌子动的 招站掀在桌子一看 借金人躲在桌子底来 招站一手拿着他的脚 把他拉了出来 书公 你是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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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 借 借金 好汉 要命 要命 好汉 你想什么 就拿什么 我想 拿你的命 一刀下去 把他杀死了 真是对了 这个时候 王月荣来 他进来 眼望 四围都是血 吓得他 轻转头就走 招站想 如果他在艾 驚动了家人 就弊家火了 他两步赶上前 拿着王月荣的头发 扑扑回转头 招站见到他穿得大红大绿 擦到一面胭脂水粉 好像妖精一样 你是谁 我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儿 王月荣 招站一听 知道也不是好东西 一刀也杀了他 跟着就拿出了借金屋的人心 认为想扯 他在桌上有酒 他拿起一壶来 喝光 忽然想起 我杀了这么多人 豈不是会连累四周的百姓 好汉做事好汉当 让我留私一手才行 他喝了血 在墙上写几句 怎样呢 是这样的 太阳出来一片火 杀人是我就是我 上逐空手去办案 来到边关 来搞我 写完 横看又是好东西 店看又是好东西 他一高兴 又写多一首 怒气匆匆 半斗牛 我与状元结冤仇 滑心配药去医病 孝敬娘亲 写完 写完了 噗 把灯吹熄了 拿着人心 跳墙就出回去 这个时候 孟梁刚刚回来 孟梁问 如何 赵盛说 拖了 那个姑娘呢 不用你送了 被那群臭臣打死了 那謝金盟呢 杀了 你杀了多少人啊 大概五六个 快点走 两个人回到阳府后门 喊开了门 直去毛定流 当时 陆郎还在陪着泰军 这时候 泰军精神很多了 就问陆郎说 你要因什么事 回来的啊 孩儿进京 办事 順便回到家去看看 回来了多少人啊 你们 就是我一个 让陆郎不敢提孟梁 招赞两个 哈哈 就在这个时候 他两个人回来了 義母大人 我们也回来 和你请安啊 房里面有人 看到招弹全身血 嚇到眼都瘋了 孟梁说 義母 这次你的病 一定治得好 陆郎问 为什么呢 为什么实能治得好呢 孟梁说 奴赵 杀了謝金盟 还杀了他五六口人 和他二网里出了口气了 蛇泰军听这番说话 急得他 啪啪声出汗 各位 蛇泰军的病 被謝金不激 后来又疼了 后来又疼了一下 就得了病 以前那些汗没有出头 刚才听见赵赞说 杀了这么多人 他出了一身大汗 蛇泰军的病 那些病馬上就好了八九成 他说 八姐 九妹 扶我坐起床 媽 你坐得住吗 我现在觉得她的头都没那么重了 招担就笑了 哈哈哈哈 这些药品很小 义母的病就好了 哈哈哈哈 泰军问 陆郎 你不要骗我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会回来的 陆郎不敢车大炮 你就一五一十地告诉泰军 接着 蛇泰军就问招赞杀人的事 招赞也将前因后果地说出来 他说 反正都杀了 谁叫她欺负你 泰军听她心急了 这次弊家伙 一件 杨禄郎进京 撕离房地有罪 第二件 赵镇又杀了新科状元謝金吾 这个人是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婿 皇上都另眼看待 那杀了怎么办呢 糟了各位 这次又闯大祸了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